我們試一下眼睛看看有沒有問題 我們開啟程式 選擇自我檢測的功能 然後選擇眼睛 然後我們開啟相機 選擇自拍 上載照片就可以了 有5G的時候 可能半秒就已經完成了這個測試 數據分析看到沒有什麼風險 可以立即做到一個快速的測試 看看有沒有白外障的風險 深度學習 意思是我們去全世界一些院校 一些醫院或者診所 拿了5萬多個圖像 去訓練AI的引擎 超過95%準確 我們很熟悉的就是一些生物科技 去製藥 另一道就是我們說一些機械人 機械臂去幫助我們做手術 剛剛起步真的很初步 就是說醫療大數據 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想做一個精準醫療 就是說我們將來日後吃每一粒藥 去醫每一個症 都是一個個人化的藥品 個人化的療程 在5G的世界裡 網速已經不存在一個困難 可以做到一些即時診斷 如果有了醫療科技 大大減散了醫院壓力 醫護人員的壓力 醫療科技就是 令到人病痛的痛楚會減少 而未病的人會盡量避免一些疾病 整個整體生活質素會提高很多 人類未來都是很依靠醫療科技 醫療科技我們都是一個起步 很穩定或者算是很快速的增長 科技界或者整個世界 對醫療科技的依賴程度會越來越高 我們整個團隊都有一個使命感 其實都頗大責任 特別是我們處理 數十萬的個人醫療記錄 所以我們在一個保安 在檢測方面 我們都要把關得很好才行 所以壓力是有的 但我們會覺得 都是有貢獻在這裡 對我們滿足感是很大的 但我們看到的 有貢獻在工作 會有幾乎效果 我們到處理 努力感應 在那裡 實力的無法 呂 安聯投資